来到的是20244要票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 对中双方分别是炫石和白杀 来到了双方BO3的第二张地图 星影 帅男人保卫边的是白杀 帅男人前面边的是炫石 开局上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酒吧 是怎么来做布防的 这颗雷没有炸到 没有拿到信息 是 吧台里面也没有炸到 又给了一颗雷 这颗雷应该是有炸到陈子阳哥 炸到了 这颗雷有提示的 知道在前面 B点小斜坡的位置有人 但是白杀这边 五七七 这个造型好像是准备反清的意思 一颗闪打出来 酒吧桥上同步要飞吗 杜超正面扛了一个 另外酒吧的位置 小羊也收掉了不遥的人头 同时也看到了陈子阳 这后点又泼了两枪 陈子阳强行扛了一口 但是自己不能再退了 因为五号位笑笑离她非常远 她自己只能孤身扛正面的压力 要来吗 这个时候看笑笑 二号位小蕾其实 看到了 手枪没打到 再换主武器 空中 还好 但陈子阳正面被解决了 这难受了 小蕾在A包点 小蕾在A包点甚至能断一口 对 蓝门回来怎么A有个G啊 啊 这一枪没顺到先不管了 先看一眼 不管他不管他 没空管了这个位置 对 哦 杜超跳走 包点过来 没有问题 小羊收掉 肖肖 现在这个新一眼是有窗户 有玻璃的 对对吧 这个玻璃其实就给到了 在包点内的这个选手 非常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嗯 之前是不能看的 对 对 现在是可以看着他过来的 那打不到你 上一分白鲨主动的一个9-8的反清 但效果其实不是很好 是 这分又是炸到陈子阳了 又给雷吗 那这陈子阳还好 好 它是往前走了 它要回去的话 没准还会吃这颗雷 哇 回去真的是吃一颗口雷的话 这个血量有可能起飞的 69滴血 嗯 反正不起飞也是个 非常残的血量 对 不起飞也瘸了反正 但陈子阳这个选择啊 好在自己往前走了一步 躲开了这颗手雷 正面在这个A大房 这个位置做了一波集结 这应该是 狙击又得起来看一眼 嗯 大 A宝点 盗局套餐 看看白房怎么来守 肖肖 第一时间肖肖先抽了一个 第二时间的话 白房又保着底下来打 577 收掉杜超了之后 第二时间看一下 同步怎么往上去扑 小蕾这边打掉了念旧 但在高点的肖肖又抽了一个 现在双方的一个二打二 后点补防的人也来了 波欧强行混着这个烟雾弹 来到了包点的二层 这个方向也解决掉了 正面的小蕾 陈紫阳和波欧各收一个帮助队伍拿下残局 波欧这个点拉得太关键了 从海边混着这个烟雾弹来到包点 一方面能够牵制住白房的这个人 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能够配合海边的队友 拉出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枪线 是 烟雾弹里还在找 找到了 嗯 但是念旧也掉了 陈紫阳这个点想干嘛 不走了吗 看一下这后续 陈紫阳正面又拼了一口 还在拼在正面 还想再顺 但是后点这边577已经过来帮忙了 这一组下来 小羊也难逃一劫 只剩小蕾 但问题是身上没包啊 一打二 奔着尖面模式去 怎么说 绕一圈 他这个包甚至就在L点 就没有带过来 嗯 嗯 加里 这不会 这漏一步 完了 应该是有听到 背身开了一枪 好吓人 好吓人 超级出来要顺你了 俩人拉出 这里还有三发子弹啊 先定一个 克尔特还有一发 拘一枪 再拘一枪 还有一枪身位吗 没机会了 对方已经来到了一个优势的点位 是的 拿下这个人头 对于小蕾来说 已经是打了很多次这种残局了 对 今天的这场比赛 确实心上这个担子也不轻啊 他这个残局当中啊 嗯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在处理这种残局 还是说有一次青涩的 嗯 但是 但哥们反应是真快 他反应是真快 他枪是真准 他会用这种 就近乎不讲理的方式完成残局 是 你来 我崩你 完事 我劣势点位 但是我反应快 对 同样另外一边 不欧的话也是同样够理 嗯 酒吧再上 还是要玩这个酒吧 来 加住 嗯 大概率猜酒吧里有个念旧 因为念旧是把把都在酒吧附近 要不在吧台 要不在电梯门 嗯 小雷来了 这队友得来帮忙补一下 念旧这个位置 直接被小黎给定掉了 我觉得白杀应该调整一下了 577下来 应该这个侧身是稳稳收掉的 嗯 在这壁区要不要来 最多两个人 还不打算走 主要是包 对 影眼下呢 还好577没看见这包 嗯 蓝门再绕一排吗 577 蓝门等一排 这颗烟 577听到了 但是577拿出来信息 没有人 嗯 为大没人 只能说 看一下 代言海边 海边要出来代言 看A大有没有 肖肖得过去看一眼 是 肖肖过去看一眼 哎 发现没有 好 锁了 锁了 这波你什么时候动 波这个点能扛几个 最快的身位 577绕得好像有点大呀 但同样的 小黎好像也一直在带 小黎一直在带这个背拳 正面给了道具 肖肖先顺一个 过来再顺一个 换手枪再打一个 拿到三杀 还剩下小黎 手枪还要一发子弹 打完了以后换好子弹 小黎的话也是扑掉了肖肖 两边变成了一个一打一 577和小黎一打一的一个战斗 神威过来了 好像小黎不知道 不知道 盲点了 小黎是不知道的 直接划下来 这个残局 盲点 盲大点了 这个盲点太致命了 是 其实对白杀来讲 是一个劣势的残局 但正面萧萧真的是 扛住了 强行个人能力抗 再来回看一下肖肖这几枪 克尔特 前点杜超想一个大跳过来 但是也没有给到杜超机会 对 这前几枪都没空枪 其实还是感觉 有点没同步好 你就是知道背身有人 你也得先把包点吃下来 对吧 你包点没有完全吃下来 因为肖肖有一个细节 在没打的那个人 第二回都补不上枪 十一苏 这是干什么 抽一个过来残血 直接硬面 正面直接顶着念旧就来了 一枪爆头 肖肖这个方向 知道横道是有人的 过来直接找 沈子阳的话 也是收掉了十一苏 空中又是打了一个 但是包点这边 肖肖还没有掉 知道 知道人在 过来顺 但是没机会 一打一了 剩下残血的波 这个箱站不住 对方又是一把M4 确实主要血量太低了 嗯 这挺恐怖的 是 其实十一苏上来 蓝门打两个 A包点那个位置 第一时间就该扑下来的 嗯 肖肖也是找到了一个非常 舒服的身位 对的 来看一看白杀 这个酒吧怎么来去站 之前我就在想 他肯定是要和念旧 调整一下身位的 念旧那个位置 站的不是很舒服 对 对 眼下集合 这个动作感觉是要往A包点 有点想法 实义素一个人单在酒吧做骚扰 然后目前白杀是四个酒吧前点 然后577送过来了 酒吧没人 577 他 他总是要比 炫石下一步的动作快一些 我刚才吓了一跳 我以为他要接着往前去探 他要接着再往前去探 真就探出事了 眼球已经回来了 这个方向三号 这两颗雷 好痛啊 太痛了 杜超跟小羊两个人 基本上都是一个一选 波欧这个点位怎么说 强行换 又是二打三 577已经来到前点了 身位换点的过程当中 577 小蕾这是跟A大拼了一下 然后一颗手雷躲了一下 两颗雷全扔过来 那小蕾知道了 阴眼下有一个 然后A包点这边有一个 听到脚步了 包点换身位的路上 把后点的也给收了 直接拆包了 直接拆了 直接拆 不管你了 你来不及回的 主要是两个人正好是一条枪线 对 哇 这个点位 这一组摁下来之后 主要是后点的这个 他是给带掉的 这太难受了 嗯 比分来到4比2 这个加弦过去 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不是没听到 假如听到的话 应该不是那个造型 对 明白 看十一苏 啊 这啥 哎呀 这第二枪啊 你看这一组 后点 第二时间反应过来了 这枪还能压得住 不得不说武器机的基本功 真的很可以啊 确实出色 这次要来清酒吧 嗯 看看有没有给闪 蹲起 没着急走 府邸这边先给你漏点声音 炸一下你府邸的人 不如知道正面人多 府邸现在是不能放过来的 把电梯门隔开 但是不如主动出击 这一手主动出击 正正好好抓到了 炫尸的启动点 是 陈紫阳这边也是连抽两个 现在只剩小蕾 汉暂停了 得汉暂停了 这个已经折了这么多分了 上半场就还剩最后两分 嗯 解决不了的问题 先把它放一放 是 回到比赛画面 再来看一看 这是要打快的吗 来 A大猛猛弱 来了 然后9191掏出来了 施医苏 直接怼着海边玩 另外一边 一楼的方向 白防反而和包点扛住了 施医苏 到了这个 筐顶上了 再受掉念旧 这9191有说法 有说法 包点过来了 空中这一枪没有能够命中 锁身位 这个位置 9191是打不了的 原点 这边不欧直接拿下四杀 是的 个人能力扛正面 嗯 施医苏已经非常快了 他刚才换了一杆那个 换神 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间 在这个原点去抽着一枪 没成功 地下留了一把 金色的M200 暗金 M200 是 这不过打得也很聪明 9191怕的是什么 怕的就是有掩体 对 怕的就是距离远 嗯 最后扑的那个一打一 我知道你在海边 我就抱着箱子给你穿 是 9191你也穿不了我 对 9191是真一点穿不动 在他的这个视角当中 还认为对方是9191 但是其实施医苏 嗯 也已经很聪明了 他知道就 对方这个时候 肯定是想这样去打 所以他换了一个换神 但俩乡人也是穿不动的 对 我只要抱准了 也不好穿 等一下这边 全是交流 你先给横道烟 577摸到前点了 给烟 给烟 这点那个装的 给白 给白 白了 577给抽了 大家白了 陈紫阳这个位置 被浓浓的烟雾弹封住了视野 也不好架 正面站这个位置是 侯远太皮子 我已经走吧了 咱屁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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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点 那包点掉了 就把包点占了 Ada又下来了一个 雨下来了 下包了 包姐去敲牙他家 我敲牙一个 敲牙一个 水素在找 但是包点没扛住啊 这个时候 啊 这枪空掉了 肖肖发现了 那 念旧他想不到 想不到念旧在 他要先保命 保命了 对就空你 拖了一些时间 这时候正面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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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拉他来 这一波拉点 小黎直接受掉念旧 那上半场这个比分还是可以的 3比6来的下半场也是 就是 保衛方拿到了優勢分 但潛伏方也沒有丟分 丟太多 但是新鷹眼這張地圖 其實我沒覺得有太大的差距 就只能說還可以 腹地沒走掉 這拉的身位是不是有點太大了 他是想過來找第一箱抽一下的 但是 五七七沒走啊 他這個視角 最後看的 應該是直倒在腐底吧 小磊這邊是抽掉了不 A要上 第二時間 再還了一顆 要來 小磊這個點 保二頭 再抽一個 反應是真快啊 但是 有人摸過來了 小磊 保命 再閃失了一個 小磊 這是純純靠自己個人能力了 再把這鷹眼上的也給抽了 單局已經完成了一波四殺 在面臨這樣壓力的情況下 這名新人小將反而是站了出來 是 現在這五七七必須 正面去找人去對槍了 主要是 這個包掉 包掉鷹眼了 太尷尬了 兄弟 對 對方應該也不知道 但是他也不能上了 對 現在就他們三個抱團 就等你下包 我打回房 對 但這包現在掉鷹眼上了 你下不了 對 他都不好去撿 但凡一抬頭 這就是個事兒 所以五七七也多等了一排 先有交手 知道在海邊了 空了一槍 穿了一下吧 穿了一下 穿了一下腳 穿了一下腳 嗯 小羊已經去繞了 看一下小羊這個位置 小羊是保房 也沒有說更進一步 因為確實是不知道這個C4嘛 因為只有他是滿血 閃身 發現人直接保命 看到人直接射 五七七 終於能見包的 主要他下來 他也得慢慢下來 對 他這個血量 不然跳下來也容易 直接摔死 這過點 怎麼過 小蕾 給秒了 十幾秒 而且他能下包 有操作空間的 雖然說血不是很多 對 但正面過來的杜超 其實血也不多 但雙方都一槍血的一個情況下 杜超還是抓到了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確實 對 五七七身位已經沒法再變了 嗯 只能在包點內 對 這 小蕾等於是自己拿了一個單局的四殺 對 然後最後打到了一個二打一 是 好悬 對 現在 對於宣誓來講壓力是比較大的 嗯 再来看看小蕾 我先抽一个第一枪 在对方搜点搜近点的时候 再来第二个 他把第三个太恐怖了 侧翼发现有人 过来 正面也要动 五七七这一波直接进包点了 是 小蕾 小离 小羊 三个人应声掉点 而且是没换到人 四号位还在藏 等一下这一手杜超 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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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动 这手上来了以后 包点二楼吃了下来 但是一楼还是有人的 对 这没办法 来吧 一会儿得看一看 嗯 前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 看双方表情的环节 网络波动 到比赛画面 烟雾弹扑上 闪光那也给上 伏地这边还是要来反摩 弄着脚回去的呀 但是白杀这边也不敢轻举妄动 嗯 嗯 在死 现在就是施宜苏一个人单臂了 对 听一下这边现实局内交流 我再加我再加我给一人 我去帮你 你要先保 不想留两个 不是你所谓的剧 好 你听我说 你也知道我俩没见 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到这了 好 横道出有点忙 来反星桥 蹲一个 蹲一个 念旧在看 念旧 他要拉我 抓他 右手 啊 必须 念旧这边主动想拼的这个 是 我那没忙吧 没忙我一直看这个 你忙学 我上这 呃 A大陆 有把决成子阳 我没决了 我没决了 我没决 听我说 呃 我先 我 我可以找人了 小心 一层来小羊 我家的白房上 敢没带走 嗯 小蕾把这个口子解决了 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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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必须必须 我说完了 我刚上了 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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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包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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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一跳 吓一跳 好吓人 他给人把坏神掏出来了 说实话 这已经给很大机会了 是 是 7比5 还是两分的差距 这一波是不是白杀要提速了 看这个动作感觉是要提速的意思 直接给包点二楼闪 看一看小蕾怎么站 小蕾这个悬点很关键 二楼先吃白 第二时间的话又吃了一颗手蕾 很痛 而且他看不着人 一楼已经到了 背身过来 手枪再打 手枪再打一个 白方有到 白方过来 肖肖是解决掉了小蕾 嗯 小蕾这个点位很优秀了 嗯 剩下了杜超和十一搜 来和577 肖肖打这个2v2的参局 对的 开局上来节奏非常的快 鲁七七直接选择下包 是的 最终还是把C4安放 嗯 嗯 两个人要同走一侧 都走海边嘛 那过来 先要看白方的肖肖了 嗯 二楼 这一枪甩过来了 没有问题 猜一下那个G在哪 大概率能猜到 这个视角其实有的 哎呦 出来直接给顺掉了 直接给排了 我的天啊 心里是有带这个位置的 对 因为确实一个步枪 一个G 最后的这个2v2的站位 大概率G都是在白方附近的 嗯 也没别的地方可落了 对 而且他开着镜出的 嗯 心里一直在排这个白方嘛 嗯 对于肖肖来讲 嗯 他比较担心的是 就是 他们的视野只看到了十一组 是 杜超去哪了 他得带两边 他又不能只加海边 7比6 现在两边这个比分啊 又是咬的比较紧了 嗯 嗯 嗯 上来了 57有瞄到他吗 没注意到 十一苏 还要来 背和闪 过来再抽一个 一枪 哦 不是 我以为 我以为是一枪两个 那就太吓人了 那是上一个 看起来很像 太像了 对 楼梯的方向念就杀了出来 陈子阳也在摸 陈子阳 这来到前点 抬了一个 抬了一个 A就 A就一个 A就一个 要先保命 嗯 A还可以再玩啊 不小心 空点 空点 小心 小心一眼像 没有没有 别吵 没有 操心太大了 是吗 吹吧 这个玩了 下次拿把吹 拿包拿包 我拿了 下海边 堵了 嗯 你俩慢慢往上奔吧 来来来来 你走歪房 我帮你下海边 来来 这玩意屁股到的快 看着海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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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上摸 往上摸 小阳好像是有 主动反清的想法 但陈子阳这边先抽掉了小黎啊 是的 哎 下边这个方向 来看小阳那个身位 怎么去选 小阳又扛了一个 十一桌也受掉念旧 这边宣示持续的追分啊 是的 没想到 嗯 这个小阳和最后应该是小黎吧 对 应该两个人是都在这个包点手 比分来到7比7了 他会觉得大概率 包点就一个了吗 嗯 常规站位来讲的话 是的 这是要干嘛 给满道具吗 这个篮门感觉也是蠢蠢欲动的样子 嗯 道具封上 听一下这边雪市局内交流 这一波 念旧 白方的方向先 白方的方向也打进来了 念旧横道杀出来 被小蕾抽掉 包点 小蕾 再打一个还能再顺吗 只剩十一桌了 小小 念旧做啥 小一横道 小一横道 二横波 还得找机会 这一颗道具给的得谨慎点 给完就暴露位置 你这个点位 波尔 波尔这个点是真敢站 真敢站 真敢站 他真敢站这个位置 一般的话看这个方向都是在包点内看 对我觉得十一苏刚来的时候他也懵了 不是哥们你站这儿吗 哥们你是真能站 确实这个位置出乎了意料 是 还要来吗 说实话 暴露位置这个战术效果还可以 挺好用 对方撒着手也守不住 是啊 但这波蓝门其实是一个中防 这次换身位了 找这个蓝门的单点 嗯 十一苏 嗯 单点绕出来 接了一颗雷 回去了 刚刚出来 是 刚刚刚好 仿佛就是为了接这颗雷而来的 哎 他胆子好大呀 他胆子太大了 他甚至在掏了个闪 他甚至过来又抽了一个 敢雷我 一颗闪打过来 是 自己再去看点换身位 他担心脚下会忙 一直在看 他这一个酒吧玩的 确实打出了千军万马的感觉 对 感觉他后面有很多弟兄 在帮他看着 嗯 但实际上一个人没有 所以现在白沙也得觉得 你都这么打 你酒吧怎么也得有个步枪吧 对 对 这一口要拦一下 蓝门要出啊 蓝门出几个呀 你就给A包点道具 小心小光 然后加钱又炸了一拍 正面第一口直接打 正面直接打 没有问题 陈泽阳 过来抽一个 但是这个包你掉蓝门里了怎么办 锁身位了 两边都直接跑了 把包捡着 4号位再出 嗯 卢超看一眼 发现过点 嗯 给脚步再回来 小羊没动 他这个点他能去排吗 小羊这个点他 完了没时间排了 他只能下包去了 对 没办法 他甚至都不能松手 对 他这个包松手下不去了 没有想到的关键时刻小羊在这儿 比分也是来到了8比8 又是8比8了吗 看究竟是白沙率先来到赛点 还是说炫尸这边来到局点 比分咬的是真娇弱 现在十一苏的脑袋里应该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都已经狐瞎虎卫这么多次了 对面会不会真的来针对我一把 所以这个时候后面真的带了弟兄 这边白沙局内交流 听一下这边白沙局内交流 这边就可以打 来吧来吧来吧 嗯 这时候现在就可以打关键了 你换吧 这什么意思 三号位回来换了把枪 到了 到了 这次蓝门是没人看的 去那给大爷 给狗rell楼一楼一楼一楼 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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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打خ 看這個側身 包點下包了 這個是確實難受 瞄不到人了 腳下沒看到 這能過來嗎 這還真過來了 先收一個 然後手槍來找你 但是這一槍沒能夠開得出來 這邊蕭蕭也收掉蕭陽 再一次做一個圍剿 只剩小蕾了 小蕾知道家裡有 知道酒吧橋有 但是自己剩的時間不是很多了 怎麼辦 正面背面都有人的感覺 這真沒轍 有點亂了 直接開始跟你繞起來 那是由白沙率先來到了賽點 沒錯 靠著這一分的一個陣地戰 可是兩邊拉扯起來以後 白沙拿到臨場的一個信息 會更多一些 對的 確定你酒吧還有嗎 你這邊兩個 那邊最多就三個 是 臨場的一個判斷確實非常精準 嗯 誰說一個人單玩了 聽一下這邊白沙的族內交流 嗯 聽我講 聽我講現在是什麼 就是 暴衛的道具都好說 現在你要 你要到賈山去 你知道吧 我到賈山去 到賈山去 那你叫奧巢吧 現在是我 我上把陰了 他們現在是堵的A 他A 風險很深 車站才在賈山兒 他們被淹山去 他們被淹山去 我跟你說 藍馬上 藍馬上跟我來 哦 這是 站到鐵箱上 他好像知道 哦呦 他是真的敢啊 是 你咋了 哎 還還咋了 我看要打他 得你 暴衛了 暴衛了 那現在暴衛了 暴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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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暴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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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拿一个双杀和小黎 小黎拿下三杀帮助队伍挺进驾驶 就B球 哇 这一分太关键了 对于宣时来说 之前啊 三个A包点这个站位 其实都没有很成功的把第一口扛住 但这次的话 小黎跟小杨 彼此之间找到了一个舒服的身位 对 反而是小李这个位置先被清掉了 是的 这时候小杨也是敢站了 他直接站在正面一口了 一口的出来不说直接抓了一个 没反应过来的 又抓了一个举道具的 白杀这边可能每次进攻一包点 他的这个突破的路线也不太一样 这次的话是更加倾向于走这个 地上的一个位置 没有走这个白防那个方向 是 贴着右边墙就过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 也给到了小杨的一个环枪的机会 我们其实看到小杨第一时间 他在这个白防里啊 左手贴墙 他应该是吃了一颗闪的 嗯 他没着急动 对的 现在 对于选手们来说啊 这个精神状态 依旧要保持一个紧绷的态度 第二张地图 又是站到了一个驾驶赛 看看欣妍怎么去较量 嗯 期待一下双方在这个加时赛当中的一个发挥了 确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好看啊 嗯 两边不光光是有这种临场 呃 这种思路上的一个调动 然后以及抓对方一些心理上的盲点 对的 同时两边的个人能力 有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们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 那也是来到双方的加时赛 那在加时赛当中 先担任潜伏方的是炫石 担任保卫方的是白杀 没错 看一看炫石上来 还是不是要延续这个常规时段的上半场 依旧给98做一些活 哦 这炸到了 知道炸到了的 而且两个人应该都知道炸到了 嗯 自己也还一颗 陈子洋知道自己也炸到了 98上来了 但是波欧 正面扛住了 577把这A大单点给解决掉了 而且L点马上到背身了 这个方向 正面强行进吗 背面 又打了一个 4年就来得太快了 肯定是不知道的 对 只剩小羊 这个98前点运作的其实还可以 但是后续白杀的一个主动 尤其是波欧这个点的一个主动 又是抓到了炫尸启动点 而且中路来的速度其实也很快 A大的单点这个钉子在被拔掉之后 第二时间这L点背身呢 98门口来的速度就更快了 嗯 比分来到10比9 现在这个造型已经不对劲了 彻底不对了 虽然 虽然 看一下这一分怎么能说吧 对虽然说釜底这个位置 你开局总是能够炸到人 但是陈紫阳肯定现在也要换身位了 对 他现在就是一个纯宝的身位 就看一看 描描明 但是啊 十一苏这个位置可能会摸到盲点的 抓住了 他是完全不知道 而且十一苏知道 我既然在这打掉你 你肯定包点是没人的 但肖肖又把A大的给抽了 十一苏这边再打一个 打掉了98的人 那98的队友可以走了 这边背身有大部队念旧 小二号带到了 嗯 啊 给秒了 这给反秒了 这远点却比Z给秒了 是 只剩肖肖肖肖这一次面前这么浓的烟雾弹 也是无可奈何 没办法 比分10比10 十一苏的一个单点立功 那现在压力就来到陈紫涵身上 其实 对 他这个点其实上一份的突破口 对 他这个点很难受 其实常规时段一直在围绕这个点来打 嗯 然后A要提吗 直接提 十一苏也换到9191了 横道杀出来 五七七这个位置直接掉 而且包点二楼的肖肖这框区 也是直接被杜超手雷给炸掉了 是 五打三的一个三局 A大回来 有一个贴墙的 贴墙的小黎主动出击 知道房车那边也进了一个 这个视角是有的 闪身提前枪出来 小黎又收了一个 最后也锁定了陈紫涵的身位 陈紫涵一打三 对面不会漏了 外场 十一苏里边在担绕 看看陈紫涵怎么去操作 自己即便已被发现 漏了一步 A大来人了 十一苏直接解决掉对方 那上半场这边宣实领先 而且在潜伏方的领先 2比1 是的 这个98配合上半场最后一分的一个 A爆点的提速 确实是给白鲨非常短的一个反应的时间 而且这蓝门横道这单点来的速度太快了 十一苏好像每次提着9191过来的时候 都能够收到厚点木箱旁的一个侧身 对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9191的一个优势 对吧 骑着小模特过来的 对 一脚游 直接就突到脸上了 是的 确实这种中近距离的一个交火 9191还真的挺好用的 其实大家可能用这把枪用的比较少相对来说 是的 但是我记得好像上个赛季的这个赛事通行证 可以有这把枪的这个获得方式 对的 假如有这把枪的人 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这种中近距离的交火 9991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你只要保证你的一个命中率就OK 很稳 对的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可能子弹稍微少点 那少的不是一点 但是 十发子弹总能解决一个吧 对 对吧 也是围绕这个点来打吗 先给一颗雷 再给一颗道具 再还一颗闪 这颗雷有炸的 他告诉杜超 福底这边应该是到人了 但是加钱栏门的方向陈子洋杀出来了 陈子洋打了一个之后自己也掉 可以说是加钱的一个一换一 没错 看一看杜超怎么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存 酒吧这个方向已经带不了他了 让他自己 顾自己 小蕾这个位置要过来稍微说来帮一手 那也很难 担救 直接单挑 单挑解决一切 换了一个90 小蕾这边过点的路上 再抽一个 架住了 他这个视角是有的 不走吗 回来了以后 有一个肖肖的时间差 两边还要闪身 再来小蕾 就跟你玩闪身 而且肖肖她就露一个头皮 对 过来了以后 577强行把肖蕾这个点吃掉 两边变回到了一个2打2的局面 小蕾这点太关键了 你不得不说 这个年轻人 他这个反应是真的很离谱 有句话 年轻就是好 见面就是妙 确实是这样 谁说 嗯 下到鹰眼上啊 看到过点了 然后直接把包点抽了 应该不会再漏了 嗯 2打1 看俩人怎么组织了 577 这兜里还没有道具啊 直接出来 一局带走 收掉577 拿下双杀 并且这份拿下应该是 加时赛局点了吧 是的 现在白杀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98釜底这一套活 来了一个类似于正反手就要学了 对 这个真的 他针对陈子阳这个点针对的很凶 嗯 然后自己的话 其实白杀也是对这个点有想法 没错 但没想到 我不管这个点 我就让杜超一个人在这儿硬换 你自己能换一个换一个换不到也换点信息 但是没想到小蕾过来是把这个口给缝上了 这太恐怖了 给到局 蓝盘直接上小杨这个位置 放雪 先打两个大坦 手枪 切回来了以后 小蕾还是收了一个双杀的 但是蓝盘的时间点又是一个一换一 最后两边又是变成了二打二 波欧和肖肖 对位到杜超和十一搜 这时候其实得找准时间上包点下包了呀 嗯 但是白杀这边感觉想的还会比较多啊 仔细回忆一下 之前有一番好像也是类似的站位 也是这么几个人 包点这边大概率就是步枪 但是这一次肖肖的这个身位 还是在白方内 嗯 在等 在等你下包 看到了 肖肖 直接顺吗 波欧拉出来了 波欧拉出来 定掉这个 波欧这边也是主动拼啊 打着提前枪掩护自己回来 两边最终变成了一个一打一 来看一看杜超和波欧 两边的一打一的对位 侧身过来 没有看到枪口 我们可以最终 恭喜雪石 高兴 大米 海面 尘 海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